男和女友在一起两年半 她就腻了 在外边和别人亲亲我我 美丽而骄傲的柳小姐 热烈地追求了我一年 最终成功拿下了我 这位所谓的高冷学霸 追求过程中 柳小姐觉得 我的别扭和高冷模样很吸引人 但到手之后 她开始觉得也不过如此 她自信地认为 我不可能和她分手 因为她认为 她是我跳起来 才能够到的天花板 她觉得我很爱她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我很可怜 所以她决定还是要和我结婚 因为我很容易哄 也不会过多地管输她 我转身离开并收拾行李 申请了出国交流 两个半月后 柳小姐突然想起我 给我打了个电话 下周就是婚礼了 你怎么还没回来 可在电话中 一个温柔的女生想起 我的先生去拿我的运检报告了 所以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回国 参加你的婚礼了 接到柳如烟电话时 已经凌晨一点 实验数据出了错 我从家里跑到学校 正打算通宵加班 来接我 电话里 她声音一如平常 一指气势 我早就习惯了 毕竟 她是众星捧月的柳家大小姐 美艳傲娇的名声 人人皆知 她发来地址 离家里很远 但离学校很近 十分钟后 我到了会所 直接去了她常用的VIP房间 我刚伸出手推开一点门 就听到里面一个男生 提到我的名字 如烟姐 我要不要躲一下 等下淋雨哥哥来了 看到我会生气吧 门被我无声地 推开了一条缝隙 刚好可以看到 鞋椅在沙发上的柳如烟 说话的男孩 坐在她脚边 趴在她膝盖上 养着精致小脸 看着她 柳如烟抬起男孩的下巴 轻轻抹擦着 微醺的脸上笑意暧昧 你躲什么 凭她是谁 也不能委屈 我的小狗狗 好好待着 姐姐明天还有好东西 给你她的朋友 七嘴八舌起来 哇 不愧是柳大小姐 那可是淋雨 A大所有女生的冰山男神 高冷博士 你这就腻了 如烟 你可别装逼 本会淋雨到了 小心说不了场 柳如烟吃笑一声 在高冷的冰山 化了之后 还不是一滩死水 无趣死了 追她时 看她那高冷别扭 挺带劲的 可到手后吧 也就那样 闺蜜还在劝她 如烟 让小安来我这边坐吧 玩归玩 你们都要结婚了 可别到处分手 柳如烟语气里 透着轻松得意 她怎么可能和我分手 我可是她跳起来 才能触到的天花板了 再说了 她超爱我 我有时都觉得她好可怜 所以婚还是要结的 反正她很好哄的 也不怎么管我 伸出的手臂将在门上 我整个人一阵恍惚 深吸一口气 我吻吻神 推开门走进去 没想到我到得这么快 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 柳如烟一把拨开 膝盖上的小安 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阿宇 三年前 我考到A大独颜 凭借一张生人无尽的脸 和沉默寡言的个性 成为A大传说中的冰山男神 柳如烟疯狂追求我 成了A大论坛 最热闹的八卦连续剧 猜猜看 今天淋雨 还会扔柳如烟送的早餐吗 买定离手了 我独留大小姐 半年内拿下冰山男神 楼上的 我独留大小姐 三个月就没耐心放弃了 一开始我真的很反感她 觉得她就是任性的大小姐 看上了一个没玩过的玩具 占有欲作祟而已 可慢慢的 她小太阳一样炽热的性格 不知不觉间 开始让我暮眩神秘 她真的喜欢我吗 她的喜欢会长久吗 我反复告诫自己 可她没有未来 不能陷进去 直到我又一次拒绝她 把她硬塞过来的名贵手表 扔回她怀里 她被手表和砸中她胸口 红着眼眶颤声道 淋雨 我那么喜欢你 我喜欢你喜欢的 都快疯了 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啊 说到最后 她已带着哭腔 我握紧拳头 努力控制住 想把她拥在怀里的冲动 她抹了把眼泪 转身飞快跑走了 之后一个多月 她在我面前消失了 我怅然若失 又觉得这样也好 几天后 老家亲戚打来电话 说我寄养在她家的大黄狗死了 这个大黄狗 是奶奶和我养的 是这世上我 唯一在意的生命 小学时 父亲意外过世 母亲抛下 我远家外地再没联系 奶奶独自把我养大 几年前 她也过世了 柳如烟不知 从哪知道了这件事 跑来找我 她捧出一个毛毡小狗挂件 做得活灵活现 竟然和大黄狗七八分响 我惊讶地妄想她 她乃然道 我从你朋友圈里找的照片 照着戳了一个 是不是不太像了 我拉过她藏在背后的手 纤细手指上 见惯了的精致美甲 此刻剪了秃秃的 手上到处是被真戳伤的痕迹 她露出难得的羞涩 我没做过这些事 一开始还以为怪美甲太长了 结果剪掉了 也还是不停地扎手 我眼泪流下来 紧紧把她拥在怀里 那天起 我以为 从此我的世界有了小太阳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半年前 我向她求婚 她答应了 婚期就在三个月后 可我没想到 原来她早就腻了 答应我的求婚 只不过是看我可怜又好 不影响她婚后 照样完的飞起 看我沉默 柳如烟又问我 怎么来得这么快 我面无表情 冷冷到 怎么 吓到你的小狗狗了 她占红了脸 眼底闪过一丝不安 很快又平复 抬起下巴亲密眼睛审视着 你生气了 房间里安静的落针可闻 我不回答 反问她 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玩呢 她脸上出现 破罐子破摔的轻松感 就在你求婚之后吧 真的 我有点腻了 她又坐在沙发上 把男孩拉起来摁在身边 阿宇 一直陪你玩蠢 爱游戏 我也挺累的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圈子里都是这样的 你早点接受也好 别究竟什么爱不爱的 婚会照常结的 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冷笑一声 不用你负责 这婚不结也罢 你什么意思 她声音大了起来 分手到此为止 一刀两断的意思 我说完转身就走 一个酒瓶 从后面砸在我肩膀上 一声巨响碎了一地 我闷哼一声 慢下脚步 凌语 我给你脸了是吧 你今天走出这个门 别指望我再要你 我没回头 你最好说到做到 身后一片纷乱 她朋友手忙脚乱按住她 她立声道 凌语 行 你搞清楚 今天是我甩了你 我回头轻轻一笑 对 是柳大小姐甩了我 我同意 门在我身后重重关上 眼泪终于绷不住 躲筐而出 柳如烟 终于破罐破摔的人 不只是你 果然 尘埃落定后 我注定截然一身 果然 不会有任何美好事物 永远属于我 爸爸 妈妈 奶奶 大黄狗 还有 曾经照亮我世界的你 回到住处 我迅速收拾好行李 婚期将近 我陆续采购了好多东西 小到刷牙杯 都是精心挑选的情侣款 现在都用不上了 收拾好我必要的东西 不过一大一小俩的行李相耳 我吞下手上的定情戒指 轻轻放在茶几上 关门前 我望向空无一人的房间 不禁发正 搬到这里那天 她说这是我俩的秘密花园 那天空调还没装好 闷热房间里 我俩敌死缠绵 仿佛全世界只剩下我们 她不停换着我的名字 说会永远爱我 我信了 到底从什么时候起 她不再黏着我 而是三天两头 带着醉意回来 说公司硬逐 想到这 我不禁苦笑 这几年 除了学业 我挤出所有时间陪她 甚至放弃所有社交 以至于这大半夜的 连个可以投奔诉苦的朋友 都没有 算了 去学校吧 本来我大晚上出门 也是去实验室的 现在正好 可以安心加班了 实验室还亮着灯 同门师妹陈兴杰 还在整理数据 她目瞪口呆 看着我的两个箱子 师兄 只是整理错误数据 不至于常驻实验室吧 我有点尴尬 面无表情道 不是数据的事 我分手了 明天申请学校宿舍 啊 我不再说话 打开电脑开始工作 强压下内心千头万绪 我强迫自己 把注意力放到数据上 极力理清思路 不知过了多久 我眼睛酸痛 闭上眼靠在椅背上 笨柔着眉间 睁开眼 一杯菊花茶放在我面前 师兄 休息一会吧 喝点菊花茶 清醒明目 安静地喝着茶 陈兴杰又问我 师兄 去美国交流的名单还没定 你真的不去吗 教授带队去美国交流一年 是抢破头的好机会 教授一开始 就决定给我一个名额 但柳如烟撒娇说 不想分开那么久 我犹豫或回绝了他 我现在还记得 教授意外的表情 和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林宇 我真没想到 你摆着一副面瘫脸 居然是个恋爱脑 沉默片刻 我回答陈兴杰 我明天向教授申请 如果他允许 我会去的 陈兴杰眼睛亮了起来 太好了 我一直认为 你放弃这个机会 太可惜了 你是我们团队 最优秀的成员 我轻轻一笑 行了 收起你的彩虹屁 回去休息吧 剩下的我来做 次日 教授听我说了想法 直接问我 和大小姐分手了 我意外他如何得知 他摇摇头 没分手的话 你能舍得跟我去美国 顿了下 又说道 这大半年来 你变了许多 以前只是安静 现在越来越阴郁 只是你自己意识不到 教授不放心 又反复问我 是否下定决心 如果半路退出 影响项目 绝对把我逐出师门 我苦笑 绝对不会 我做出决定 就会执行到底 不管学业还是感情 下午 柳如烟终于回到家 打电话过来 林宇 你还真的是吧 戒指都不戴了 分手了就别联系了 还有事吗 你买的乱七八糟 那么多东西 赶紧回来弄走 都不要了 你扔了吧 不等他说话 我直接挂断电话 之后两个星期 他没有再找我 出国前一天 微信上有人加我 居然是那个小安 他发来一段视频 高间里 柳如烟左拥右抱 有人提起了我 如烟半个月了 林宇不会还在生气吧 你不打算哄哄吗 另一个女生端了杯酒 递给柳如烟 飞姐怎么可能哄他 他俩在一起后 哪次生气 不是林宇哄飞姐 柳如烟接过酒杯 我哄他 我倒看看 他能硬起多久 每次我一生气 他哄来哄去 就是那老一套 给我做饭按摩的 一点意思都没有 小安惊讶道 姐姐 林宇哥哥还会按摩 哎呀 他真的好爱你 肯定舍不得你 姐姐我也会按摩 不等看完 我迅速关闭视频 删掉小安 明天我就走了 这一切都和我再无关系 出到美国 事物繁多 让我无从分析 忙碌中 半个月很快过去了 教授也累得两眼无神 给大家放了两天假 自由活动 我们几个人去酒吧见试面 酒吧里人很多 声浪震动 光影纷乱 陈兴杰和其他几个同门 在午吃里放松 我坐在吧台喝闷酒 一个衣着火辣的美国姑娘 过来搭讪 直接问我 今晚是否有约 我礼貌婉拒了她 没有注意到她离开时 和酒保交换的眼神 独自又喝了一会酒 突然觉得不对劲 身体燥热 头也晕了起来 站起身 想找到同伴 那个美国姑娘又出现了 她贴在我耳边道 跟我走 今晚会很美妙 我浑身无力 推不开她 她揽着我 一路走出酒吧后门 酒吧后巷里空无一人 我暗喊糟糕 师兄 陈兴杰急切的声音响起 她追了出来 一把抓住了我 当即打电话给那几个 美国姑娘看见她打电话找人 放开我信心离开 那几个喝醉了完的正欢的人 没有一个接电话的 陈兴杰扶着浑身滚烫的我 急得直跺脚 师兄 报警吧 出来乍到 我不想惹是生非 给教授添麻烦 估计那个人给我下的 也就是普通迷药 我坚持不用报警 让他送我回去 明天再去医院检查 回到住处 陈兴杰给我倒了水 又拿来毛巾给我擦脸 浑身无力的感觉退去后 莫名的燥热在身体内流动 我忽然有了异样的反应 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陈兴杰也看到了我身体的异常 他愣了一下 柔软身体紧紧贴着我 一股忧香钻入我的鼻子 他轻声道 不要洗凉水澡 你会生病的 药物放大了我的欲望 我极力控制 想要推开它 用最后的理智拒绝它 不能这样话没说完 它稳住我的唇 血液中天旋地转 我如坠梦境 分不清是真是患 任凭欲望把控 沉沦在交织缠绵间 许久许久 好像听到了轻轻的哭声 一个声音在耳边说 淋雨 我喜欢你 早上 我从头痛中醒来 我待了半想 猛杀了自己一耳光 我都做了些什么 床头柜上 一杯还温着的蜂蜜水 一张便签 师兄 别忘喝蜂蜜水 可以解酒 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留下这杯蜂蜜水 和若无其事的便签 我握紧手机 给他发去消息 今天有时间吗 见面说吧 笑爱咖啡厅 陈兴杰坐在对面 低头轻搅着咖啡 我沉默良久 开口道 昨天的事 对不起 他没有抬头 没关系 是我愿意的 我喉咙发紧 声音尖色 星姐 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们交往吧 他愣了一下 轻声问我 师兄 你喜欢我吗 我终究还是不会说谎 避开他的眼睛 沉默不语 他苦涩一笑 师兄 漫长一声 相爱的人才能长相守 光有责任是不够的 他一口咖啡也没喝 起身先走了 我留在原地 望着那杯咖啡发呆 漫长一声 相爱的人才能长相守 突然又想起 那晚柳如烟在会所说过的 林宇 别纠结什么爱都爱的 婚会照常节的 我会对你负责的 漫长一声 寻寻觅觅 真能找到长相守的那个人吗 回到住处 我仍然视魂落魄 我拿着陈兴杰留下的便签 只发呆 爱情究竟是什么 是柳如烟轰轰烈烈的 三百多天追求 是我曾以为 忠诚良缘的空欢喜 是陈兴杰的一杯蜂蜜水 和一具平淡的体贴 这世上 会有人得到真正的爱情吗 如果有的话 那一定不会是我 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我和陈兴杰 默契地恢复到 原来的同门关系 一周后 我们从市读书馆查资料回来 天色已晚 街上情侣却很多 我奇怪到 怎么街上多了 这么多卖花的小摊 陈兴杰轻轻一笑 今天是2月14号 情人节 说话间 一个老太太捧着玫瑰走过来 给你漂亮的女朋友 买朵玫瑰花吧 她手里还有十来只 包装简陋的玫瑰 衣衫干净 但是明显破旧 腰身勾楼 脸上却洋溢着和蔼的笑容 突然鼻子一酸 我想起了早已过世的奶奶 我买下所有玫瑰 她连声道谢后离去 陈兴杰笑意盈盈看着我 我有点窘迫 是不是很意外 我会买花 她摇摇头 恰恰相反 我就知道 你会这样做 为什么 你啊 就是空长了一张 生人物尽的艳势脸 其实心软得一塌糊涂 大一开学时 你去宿舍的路上 差点踩到一只小猫 小猫吓了一跳 你连声跟猫道歉 才考到A大研究生 千辛万苦 才硕博连读 只为了追逐你的脚步 她眸子里闪过一丝 我看不懂的情绪 又迅速消失 笑了起来 还有那次在小食堂 旁边几个男生讲黄段子 你面无表情 但是耳朵根子都红透了 我当时就想 好像一只害羞的小兔子 我不禁笑了 你见过一米八六的害羞小兔 她笑弯了腰 巨兔 害羞巨兔 行了吧 回到住处 忽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来电 是柳如烟的闺蜜 林宇 昨天情人节 你不知道吗 如烟等了一天 你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她生闷气喝多了 砸了酒瓶还伤到手 你快过来看看吧 还是在流光 老房间 我耐心等她说完 分手了前任 我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受伤 麻烦你帮她打下120 那边传来柳如烟愤怒的声音 谁让你给她打电话的 我死了也不用她管 还有小安甜逸的声音 姐姐别生气 生气会头痛 我给你按一下头发 柳如烟歇斯底里吼道 都给我滚 我挂了电话 柳如烟闺蜜又发来消息 说柳如烟很生气 如果我继续这样硬气 只怕婚事要活 我当然知道她很生气 自从恋爱以来 我把她当成 世上最亲的 最重要的人 万事以她为先 所以她一直笃定 不管如何对我 我都爱她 离不开她 事实上也是 每次她闹别扭 故意冷落我 不出三天 我就会服软 想方设法哄她开心 这次已经断连一个多月 她之前在朋友面前夸下海口 估计这会儿 觉得很没面子吧 情人节那天之后 我和陈兴杰在一起的时间 越来越多 我俩之间 有一种轻松又轻的感觉 教授说我越来越放松 气色都好了许多 调侃是不是美国的空气 适合我 结果第二天就打脸了 我呼吸到感染 嗓子疼痛难忍 又发起烧 陈兴杰陪我去医院 拿了药 在医院大厅接了水 让我吃药 一不留神没拿我 水杯落在我包上 谁撒在包上挂的 毛毡小狗挂件上 我脸色大变 连忙用衣袖擦拭着挂件 陈兴杰捡起杯子发愣 问我 这是柳如烟送给你的 明明是疑问句 却是肯定的语气 我愣住了 半想后回答 是他送的 他把杯子扔垃圾桶里 转身就要走 我连忙拉住他的手腕 兴杰 不是你想的那样 确实是他送给我的 但是我没舍得 扔是别的原因 他摆摆手 师兄 你不需要向我解释 我是你什么人呢 他惨然一笑 垂摸道 我们走吧 回去再吃药吧 之后几天 我俩保持着诡异的沉默 教授沉不住气了 把我叫到办公室 说说吧 何心结什么情况 我与无伦次说了一大堆 教授等我说完叹气道 你说来说去 无非两件事 第一件 你觉得自己这么快 一情别恋 是个渣男 第二件你胆怯了 不敢相信自己 还能拥有爱情 你到底怕什么呢 我这个糟老头子 还想黄昏恋找个老伴呢 你年纪轻轻 何必补足不前 大胆一点好不好 困扰我已久的事情 在教授嘴里 简单的 就像一加一 我不敢相信 真的可以吗 不然呢 我若有所思 他又道 你知不知道 陈兴杰说申请换人 他要退出回国 什么 你跑快点 或者还来得及送行 我转身就跑 身后传来教授无奈的声音 人应该还在宿舍 你可别一路跑机场去了 哎呦 我是冲撞了美路大线 怎么专收恋爱的脑 气喘吁吁 跑到陈兴杰宿舍 他吓了一跳 我解释了毛瞻小狗的由来 他眼睛里闪着泪光 你们曾经很相爱啊 你们会复合吗 我坚定的摇摇头 不会 有些事情 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 兴杰 你还记得吗 去年春天 我疯狂加班 提前完成任务 教授终于给我几天假 那时 我订了机票 准备和柳如烟去云南玩 因为他之前说过 很想和我去玉荣雪山 许愿爱情长久 我在机场等了他很久 他却说 公司突然有重要的事情 走不开 下次再去 结果 他被记者拍到 那天在邮轮上狂欢 我甚至连质问一句都不敢 我怕说破了 就真的回本头了 他曾经爱我是真的 后来腻了也是真的 而我 倒在他一次次冷落中 消磨尽了所有的勇气和爱意 我和他 没有任何可能了 我摘下毛瞻小狗 登进垃圾桶 星姐 你知道吗 在拉斯维加斯 只要两个人说我愿意 就可以登记结婚 他惊讶后 反问我 师兄 你知道吗 在拉斯维加斯节的婚 在国内也是有效的 而且离婚更麻烦 我望着他黑沉双眸 忽然觉得什么都不怕了 星姐 我知道这样很仓促很大胆 但我愿意赌一次 你会让我输吗 他呆呆望着我 忽然泪流满面 扑到我怀里 紧紧搂住我 淋雨 我永远不会让你输 在机场 我俩愁出半天 终于硬着头皮 给教授打电话 说请假去拉斯维加斯 登记结婚 教授猴的 仿佛年轻了二十岁 到反天刚啊 到反天刚 没完了是吧 给你俩四十八小时婚假 晚一分钟回来 夫妻双双把国还 永久言毙 永久言毙 挂了电话 我俩面面相去 坏了 这下不会给老头气坏了吧 突然同时笑出声来 牵起手 走 辞奔去 登记领证之后 我们去了酒店新婚套房 洁白大圆床上 洒满玫瑰花瓣 我抱起陈兴杰 温柔的放在床上 这是我的新娘 我相信 也是我此生良缘 呼吸胶之间 热意跟随我的手掌 在皮肤上蔓延 陈兴杰软得 像一团无力的云波 这次我很清醒 终于得以听清 那动人的轻盈和哭声了 还有那一句句 我喜欢你 一日 我喊陈兴杰去楼下吃早餐 他赖在床上不起来 凌语 我收回之前说的话 他突然拿枕头砸向我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羞涩小兔子 你是无耻大色狼 打闹间 我的手机突然响起 是柳如烟 我这才意识到 忘了拉黑他 我一阵紧张 陈兴杰轻点下巴 接呀 我接通电话 按开免提 对面传来柳如烟的声音 下周就是婚礼了 怎么还不回来 我还没说话 陈兴杰柔声道 抱歉 我先生去拿我的运检报告了 我们可能没时间回国 参加你的婚礼了 那便安静了 片刻后 响起嘟嘟的盲音 我吓了一跳 陈兴杰瞟了我眼 被我真便不吓到 我把他扑到在床上 笑道 不是 我在想 怎样把你刚才说的谎原回来 什么意思 不行 浪归浪 我俩还是准时回到学校 毕竟 不能真把老头逼死 我和陈兴杰的火烧起来了 不能一转身 把老头的火浇灭 可怜见得 他还等着黄昏恋呢 隔了一日 柳如烟突然出现在学校 我和陈兴杰从实验楼出来 一眼就看见他 坐在对面长椅上 好像等了很久 他面色有点憔悴 神情也不负之前的交金自责 阿宇 他柔声喊我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陌生 我不禁恍惚 他向我走过来 是我错了 跟我回去结婚好不好 我真的好像你 我知道你是骗我的 你那么爱我 怎么可能和别人结婚 是啊 我曾那么爱你 只爱你 不会看别人一眼 你心知这一切 所以才有恃无恐 在外面循环作乐 坐见我的真心 可你不知道 真心也有消磨干净的一天 太阳不是在一瞬间落下的 我们的世界 早就渐行渐远 永不可能回头 我握住陈兴杰的手 没骗你 我们在拉斯维加斯 登记结婚了 这是我妻子 柳如烟眼眶迅速红起来 突然泪流满面 阿宇 我错了 我真的后悔了 你买的那些东西 我每件都看了 件件都那么好 都是我喜欢的 那些明明是你买来 准备布置新房的 你怎么能不要我了 我爱你 不能没有你 以前是我糊涂 你走了我才发现 没有你的爱 我根本活不下去 他气不成声 攻起身体 握拳按住胸口 阿宇 我这里好痛 你救救我 我怎么办 他向来都是 明媚张扬的样子 鲜少录出弱势 看他这样 我也不禁有点难受 我握紧手 咬牙道 柳如烟 别这样 没有意义了 我们早就分手了 我爱陈兴杰 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柳如烟好像这时候 才注意到陈兴杰 视线从我俩握在一起的 手艺到陈兴杰脸上 他脸色惨白 你说真的 千真万确 他身体摇晃了两下 后退两步站稳后 突然冷笑道 你以为他真的爱你 我早就知道 他暗恋你 在学校还当众嘲笑过他 他一定是记恨我 想抢走你报复我 对 没错 他根本不是真心 他就是想玩弄你报复我 心中那一点 对他的愧疚和不忍 此刻都消散了 我终于释然 事到如今 他依然不懂得 什么示爱和尊重 追求我时 他当我是个新奇的玩具 值得他费心费力 必须到手 在一起后 他当我是战利品 证明他的魅力和手段 现在 他又以为 我是别人用来打击他的阴谋 根本不配得到别人的真心 不知为何 我眼睛有点湿润 陈兴杰轻轻摇摇摇我的手 你怎么了 我摇摇头 没事 就是突然觉得 有你真好 我真幸运 柳如烟表情扭曲 陈兴杰 你很得意吗 不过是我玩了两年 睡腻了扔了的男人 你捡的垃圾 有什么可得意的 你知道我都怎么玩他吗 你知道他在床上 不等他说完 陈兴杰走上前 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柳如烟愣愣住了 回神后 立刻扑上来 连踢带穿 陈兴杰也毫不示弱 伸手一把扯住柳如烟的头发 两人撕成一团 我手忙脚乱 拉开他俩 都冷静一点 柳如烟还在连声咒骂 陈兴杰愤愤不平道 他说 我我不计较 说你就是不行 我就是要打他 我哭笑不得 搂住他安抚道 好了好了 不气不气了 我看看 都快成愤怒的小鸟了柳如烟 望着我俩搂在一起的身影 肩膀突然垮了下去 他什么也没再说 摇摇晃晃转身走开 上了 他停在附近的车 片刻后 车子启动 我静静看着车子 从面前经过 消失在路的转角 柳如烟 也许你的后悔是真的 但我们不是正确的人 你曾经照亮过我的世界 也差点又把我推回黑暗 但很幸运 路的转角 我找到一身所爱 我相信他不会让我输 后来 陈兴杰送给我一个毛毡小狗 简直和大黄一模一样 我捧着他的手 仔细检查 他的手光滑完好 我笑自己蠢 他调皮道 一千多针 愣是没有戳到过手 不好意思 你没有机会心疼我 他把小狗挂到我包上 大黄对你有很特别的意义 但是你不用太担心 弄丢或弄脏 这辈子 我随时可以给你再戳一个出来 他搂住我 在耳边轻声道 命运欠你的东西 这一生让我慢慢给你补回来 我搂紧了他 哽咽无语 他拍拍我的后背 别在意柳如烟说的那些话 我才不在乎你之前爱过他 更不介意你们在一起的两年 从你选择我的那一刻起 你不负我 我不负你 我无言以对 一吻多大 那天 勤到农时 我悬崖勒马 他问怎么了 我说没有工具了 要是一不小心 在交流期间 真把谎原上了 麻烦可就大了 他从抽屉里 拿出一颗小雨衣 今天我心买了 我惊喜到 还是你有心 他用脚轻轻勾着我的腰 自嘲道 我一共八百个新年子 七百九十九个 都用你身上了 剩下一个搞磕野 我捉住他脚腕 一路亲吻上去 老婆 你是非想把老婆 气死啊 一年后 交流项目顺利完成 我们回国 博士毕业 我们补办了婚礼 那天的场景 我此生难忘 陈兴杰挽着岳父的手臂 穿过圣洁的拱门 经过长长花褥 向我走来 救命 他每度我忘了呼吸 岳父把他交到我手中 音乐暂停 全场安静下来 说完诗词 交换完戒指 我捧起他的脸 伸吻下去 我爱你 陈兴杰 我爱你 满月燕那天 我在酒店门口 偶遇柳如燕 视线撞到一起时 据事一正 柳如燕走过来 好久不见 你怎么在这 我女儿满月燕 他正了一下 随即笑道 恭喜 我道歉 他转身要走 突然又回头 林宇一直欠你一声道歉 对不起 我笑笑 没事 都过去了 他也轻轻一笑 是啊 都过去了 祝你们幸福 再见 也祝你幸福 再见 他转身离开 我也转身进了酒店 谢谢你的祝福 我的幸福就在楼上 玄文完